應該在水溝裡面 有一些過去的沉積物呢 造成這麼高強度的放射強度 將近是一千倍以背景 那麼所以呢 確實是有輻射污染 指著十一號當天 日本學者在蘭嶼廊島國小 就外申所外的水溝 張武修表示確實有輻射污染 終神聖美與家騰陽兩位日本學者 二次受圓能會邀請來臺 帶著上次天平颱風過後 一樣的機器 再度於臺灣學者進行 蘭嶼環島平行監測 圓能會測到全島都在安全範圍之內 但日本學者在 朗島國小外的救衛生所 也測到了每小時 高達九十維西弗輻射污染 而輻射偵測中心 以及核能資訊中心 偵測到了都在每小時 零點零七維西弗以下 而正常的管制標準 應該是要在零點二維西弗 不過圓能會卻說是 儀器誤差或有其他天然核種的因素 張伍修表示 是加藤陽教授所使用的 來自美國的頂級儀器 臺灣學者應該保持相互切磋 並非相互不認同 再則既然將問題歸咎於儀器 何必二次邀請日方學者來臺呢 而圓能會反駁 對臺方儀器相當有信心 但日方卻拿不出儀器笑宴的證明 我覺得並不是在這個機器的價錢 今天是使用機器的態度 跟對機器的瞭解 所以如果說片面說 這個加藤老師帶的機器呢 沒有經過圓能會的認可 那就要問說 那圓能會當初為什麼邀請他們來 也同意他們使用他的機器 然後他使用之後又去火定他 那這個不是前前後後就是不一致嗎 臺灣這邊部分各個單位參與的這個儀器 都有所謂的定期校宴的這個證明 但是日方那邊 他們所提出來的這個使用這個儀器 我所瞭解是他並沒有經過校宴過 圓能會始終表示測的數值都是安全 但日本學者卻測出在廊島國小外的 舊衛生所超出安全的標準 雙方對自己測的數值都相當的篤定 不過到底誰的數值正確 居民該相信誰 藍與居民充滿疑惑 記者阿布斯巴查克台北市採訪報導